再来关心体育消息 今年的HBL高中篮球联赛迈入第27届 而第一届就夺下了男子组冠军的苗栗高中 相隔近20年再度挑战甲组赛场 虽然苗中今天确定在资格赛止步无缘晋级预赛 不过呢球员打出了拼劲和勇气 不打算再回余组 预告明年要在甲组赛场和大家相见 苗栗高中曾经勇夺第一届 HBL高中篮球联赛男子甲组冠军 却在24学年后淡出了甲组赛场 相隔将近20年秒钟回来了 赖国宏带着这批出身苗栗名校的非主力球员 一起勇敢挑战甲组 虽然今年只不资格赛 赖国宏预约明年再战 既然选择来打甲组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 我相信我们回去再整合再加油 那我相信明年会有一番好新的气象 无缘欲赛的苗中球员拼近十足 让观众印象深刻 特别是曾经以以组球员身份 入选U16亚青活手的占军 每一个球员如果像 我刚才讲了不分禀怪 像占军 每一场有都不放弃的时候 他们在平常练习自我要求的时候 那我觉得一个球队如果 具备这些元素 不进步 不成长都难 有一点失望 因为毕竟最后一场球 没有打好 但是能走到这边蛮好的 为了打球跟上速度 占军在高一时 当时先把破百的体重减到80公斤 由内线练到外围 自我要求高的练习态度 造就他今日全面的身手 因为还想要打 大学还想要打 所以他先天条件没有比别人好 然后就勤奋一点点 包括占军在内 苗中今年会有9位高三球员毕业 热血和经验都需要传承 苗中才能够再战甲组 目标重回77学年度 拿下HBL冠军的荣耀时刻 联合报系赶方杰 曾思路张义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